收拾好心情迎接接下来精彩的比赛了 我是王涛 和我搭档为大家解说 今天比赛的依然是我的老朋友苏东 希望今天我们能看到一场 精彩分成的较量啊 即将出场的两支球队分别是阿根廷队 和维也纳快速 今天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 最近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现在双方为我们奉上一场 旗鼓相当的精彩比赛 布希亚拉 阿里肯 克罗斯 来吧举齐了接外球 多米尼克贝拉尔迪 多米尼克罗斯稳了一下节奏 顺便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 哎呦 这条球怎么偏的这么多 教练肯定想跟他说 这样的打门今后啊 最好不要再有了 朴智欣 贝斯特 来万 叫着贝斯特 卡卡 把球传向来万 来万打门的机会 他们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投球和射门一样 都是需要练习的记忆 他看起来完成得非常好 因为这次破门的确非常精彩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No.15 Roberts 拿去的是巴雷西 范迪克拿球 多米尼克 贝拉尔迪 阿根廷队的球被对手抢走了 来万 阿根廷队来制手抢球 布鲁Ư 布鲁诺 吉马良斯 托尼克洛斯 本纳塞尔 朴志兴 球在维尼修斯脚下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 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 结果这马上对方就断球大反击了 贝拉尔迪 我都以为这球进了 结果偏出了门中 投球本来就不好控制 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财伴 球是他们的了 财伴是以上半场比赛结束 财伴吹响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又是45分钟的苦战 表志兴 贝斯特 阿根廷进攻有力 比赛继续 响还是响了 第二下没有给有力 吹了任意球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的球权 博本地亚斯 莫西亚拉 拿球的是卡卡 现在是维尼修斯拿球 他的位置很有威胁性 来玩 打门的机会 文将做出了精彩的步骤 但球还在场上 威迹解除了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对手啊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维尼修斯 任意球 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阿根廷队啊 要同时换上两名踢队队员 真是太太太精彩了 他们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这么漂亮的任意球 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啊 这不是偶然一次的巧合 这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 没错 一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贝斯特拿球 哎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 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 他们这球很有希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莱万多夫斯基 维尼解除 表志兴拿球 阿根廷的球迷们 依然还在为自己心爱的球队加油 是啊 骄傲的阿根廷球迷 怎么会满足于一场平局呢 时间所剩无几 这可能是绝佳的机会啊 平局的局面 全要归功于门将的这次扑就啊 他们差点就在最后关头 被对手超越了 嗯 比赛到此结束 最终没人胜出 平局收场 按照双方今天所展现出的 进去水平平局是公平的结果 也是双方